我在德黑兰的coach surfer Martin一定要尝一下我的早餐 我怀疑这是他最后的倔强 Martin今天跟我说要给我做special food 我们在超市 他们这边的酸奶没有水果 只有蔬菜味的 当地人最喜欢的是茄子和黄瓜的味道 买了一堆我不知道怎么用的东西 他打算把这个玉米粒夹到意大利 夹到意大利面里面 不到五分钟就出锅了 当地人的传统美食之一 我们管它叫做pasta salad 类似于意大利面版本的沙拉 我说实话真的不难吃 美乃滋和酸黄瓜能擦出一点火花 我的西北味还是败给了美乃滋 乖乖用辣椒和肉炒了一盘意大利面 你认为你的食物 我认为我们可以分享 哈哈哈哈哈哈 一分钟后 饭后的日常就是听课 Martin老师开始给我讲解伊朗两种钱币的用法 看上去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就和他们家的兔子一样 临走的前一天给他做了几道中国菜 就算是仪表感谢这几天对我的照顾 我自己吃的比他还香 好